好极了 这个比较省事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玩什么呢 玩的就是大伙都特别习惯存的东西 到现在我家里还有 您家有吗 您说的是泡菜嘛 咱们俩聊不到一块 哦 是吗 是 弹球 什么意思 就是泡菜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这个泡菜盘的弹球 来 拿弹球来 弹球是所有男孩子们小时候的治安 今天的节目当中 小月月和小四不拼弹球 拼玩弹球的姿势谁更优雅 郭德纲与孙月谁的翻绳玩得好 激烈的骑马打仗谁更厉害 一切精彩马上回来 稍后继续为您播出 有话好好说 正在为您播放的是 有话好好说 我面前摆上了一块红塔子 红塔子上面有五个弹球 在我们小的时候玩玻璃球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到今天还记着什么叫橘子瓣啊 小白龙啊 对对对 我们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弹球游戏 在咱们小的时候啊 是分钟玩坑呢 还是弹银呢 今天为了展示方便呢 咱们就从这儿看看哪个队 在这个弹子以外 击中的球就算一分 击中一个球一分 每个人是三次机会 好极了 规章制度讲完了就这么简单 我们从六零后开始吧 三位玩家 好 我觉得雅琪是个可疑老师 刘老师 好 我来 欢迎刘雅琪老师 发给您三颗球 我发三颗球 嗯 很专业的姿势 还有 会 零分 哎呀 不容易 零分 从不玩都不行 不齐恶势 我们看看七零后怎么样 七零后有什么拍一个眼神最不好的 因为这个东西叫歪打正高 需要定位 你看这是几颗球 这是七颗 哎 挺好 他们赢了 有没有大点球啊 没有 没有 哎 那个这是毯子 他色盲吧 手要到外边 你哪个也没看着 我把坦到外边 手在 哎 对 玩的规矩 哦 这个穿越这么漂亮 哎 哎呀 一分了啊 不来带啊 我把这胖子去掉了啊 哎 拉掉两颗干嘛呀 有谁啥啥 他还是个左扁呢 哦 哦 哦 大都好眼了 不够加咯 我们可以一人一球吗 三个人一人一只啊 一人一球 你还给我一颗球 从预云庞开始啊 一人一球啊 给我球 孙老师 孙孙 一个 哎 什么辈 这就是糖豆啊 哎呀 都都喊到嘴里哟 快躲开我这 哎呀 这是个蛤蟆神功 你看那个手 你看那个手 太专业了 你把球都不画了 送电视机前 能跟这种打招吗 哦 不来带 哎 哎 手带毯子外边 哎 好 耶 哦 好远 打得帅上了 我觉得你刚才这个姿势不够优雅 你你得 你得这么弹 这是在沙滩上玩惯了 不好瞄准 就剩优雅了 就剩优雅了 剩优雅了 除了优雅一无是处 我们也是一分 也是一分 那么接下来到了我们的 9063个人 好 来吧 我先来啊 我儿子先来啊 这个很难 因为他没玩过这个 我没人看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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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他又增加了一颗难度 很成功 竟然扔在毯子上面了 你看 好意思啊 这是下周破年步的桃子了 手在外面 手在外面 姑娘 如果两分你们就赢了哦 这都是想象不到的事儿 这都是懵的 好了 我来宣布一下 在弹球游戏中 获得冠军的是 90队 来 我们请 孙叔叔 给大家一块金牌啊 慢慢吃啊 好 好